好幾位消防員在陡峭的山壁上吃力的拉著繩索往上走 繩索的尾端拖行著罹難者 為了要將罹難者推上平面道路 消防隊出動了三台怪手將山路拓寬 這才讓救援隊能夠順利救援 路越開越小條 然後要往路影區的路上 有那個機車應該是村長了 帶著救護車要去事發的現場 這是31號在南投國姓九份二山產業道路 駕駛行經事故路段時因地形較為陡峭 導致車輪打滑 車輛當場鬥退路 接著衝下邊坡率落約20米的山谷下 強大的翻滾力道導致車頭全變形 從早上9點多就截貨報案 那我們總共整個完成到反對大概6點多左右 我們在調渡的過程中就是 因為我們那個路也很小啦 怪手要上來的過程也需要一段時間 這樣子 地形險峻導致救援困難 又加上該路段人煙稀少 詳細的肇事原因還有在檢警相驗並釐清 三新聞吳坤雲 江俊陽 賴玉成 南投報導